並且要做到的 因為我們全台公司拖的小孩子就有這麼多 如果說監視器畫面一再的都是在業者手中 我們這些受害家屬就連取得都是這麼的困難 那如果是由政府單位來做這一個政策的抉擇的話 我們透過政府單位可以合法取得這些監視器的內容 我們可以知道事實的真相是怎樣 所以這一次的預算好不容易我們通過5000多個的負一數 包含我們現在正在連署的這個連署書 我們目前也已經累積到了1000多個回應的家長的數量 包含這些民眾的數量 那我們持續的也都還在累進當中 所以這一次就是政府單位已經提出了兩億多的預算 要來實施這個監管理的這個政策 好不容易有看到一絲絲的曙光 可是卻被這個國民黨的立委王洪飛 王委員還有林維州委員 以及吳怡婷委員 他們極力在站在業者的立場 沒有站在受害家屬家長的立場 來為孩子的生命安全做保管 卻以這個資安的問題為由作為一個擋箭牌 那資安的問題應該是從資安的這個方向去做這個討論 而不是說把這個政策一再的這樣子否決掉 甚至是站在業者的立場去思考這個角度 那這對我們其他的孩子的生命安全來講 還有對我們的就是家長們的擔憂來講 其實都是很不恰當的 那很希望說這一次我們出來召開這個記者會 我們能夠發出我們的心聲出來 並且讓社會大眾知道這件事情是事關中 非常重要的 那也希望其他的家長還有民眾 能夠支持監管雲的上限 那並且讓政府機關不要再去凍結相關的預算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希望社會大眾一起來支持 謝謝 就來希望個人的心聲 我們快樂 希望大家的人想改善 但是我們可以往下站好 如果是在椰子上 我們支持這件事情 直播後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回家來的 我們同點 不管不足 我們會有機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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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所以现在法规本来就已经有相关的规定 但是呢现在微服部竟然要花大钱 要花高达两亿六千万 去建制委外所谓的监控云 那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政策的改变 那么并没有跟业者并没有跟我们托音中心的老师 也没有跟家长做充分的说明或召开公听会 然后就要花大笔的钱 但是看以微服部现在很多官员这些布伦还有预举的事件 真的应该去把监视器内容放到监控云 让我们所有社会大众看清楚的应该就是微服部 好微服部先把自己的相关的监控器的内容放到这个监控云里面 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些人有没有在搞布伦 有没有在搞外遇 有没有在搞私生子 有没有在搞车证 这什么乱七八政策 大家完全同意嘛 同意 所以所以我们在这边 因为待会我们正在做这个预算的一个审查 那我们其实经过一直去协调 其实我们并不是完全去删除 我们是希望这个委办费在你真正的落实实行之前 先跟我们业者沟通 先跟老师沟通 先听听家长的意见 可是呢 微服部官员他们硬要干了 所以我们才今天召开记者会诉诸于社会公平 却一起这么大的反弹 这样子的预算应用本来就有问题 我们也特别要提出 从今年大家看到板桥幼儿园一个乌龙的未读案 而使得我们很多的又叫第一线的老师 他们备受压力 而且也破坏了亲师之间的信任 在这段时间 我们其实是在修复这样的一个亲师信任的一个关系 可是我们政府却带头做 第一侵犯人权 第二事实上也在破坏第一线 我们的亲师互信的关系 第三更不要说我们层出不穷的这些个资外泄 使得包含老师业者家长都担心个资外泄 而引起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以我们不了解 微服部为什么坐在办公室里面 不去讨论 不开工厅会 就定出这样的政策 依我来